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上回咱们说到1932年这个不平凡的一年 自从1932年人们发现了中子之后 越来越发现原子核实际上就是由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的 然后在原子核的外围围绕着电子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原子模型了 之前聊到的那个问题 原子核里面没有电子 那怎么会放出β射线呢? 费米给出了一个解释 叫做β衰变理论 这个理论也得到了证实 说β粒子就是高能电子数 就是原子核衰变产生的 什么力量能够使原子核衰变呢? 费米说是一种新的力量 叫做弱力 到这儿为止 这个问题似乎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不过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 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你说是什么力量能够使质子和中子老老实实的就在原子核里呆着呢? 它俩怎么不像电子一样满街跑呢? 能是电磁力吗? 你看啊 我们熟悉的电磁力有一个特点 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 对吧 比如说氦原子核有两个质子 两个中子 那它们四个挤在多大一个区域呢? 咱们之前抽象的说过 原子核的体积只有原子体积的千亿分之一 举个例子 比如说原子核就是这个瓶盖 那原子的大小大概就是以它为球心 以30米为半径画一个球体那么大 那你看质子和中子就挤在瓶盖这么大小的位置 剩下的地方都是人家电子的 这就奇怪了 质子带正电 中子不带电 它俩之间显然不敢冒啊 那不过质子和质子之间的电磁力可是同性相斥的呀 这就看出来了 肯定不是电磁力呀 氦核才只有两个质子 比较重的原子核 有的有一百多个质子 它们也能挤在原子核里边 要是电磁力的话早都相互弹开了呀 所以不是电磁力 那引力呢?也不能是引力 质子和中子受到的力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力只在原子核范围内有效 也就是10-15次方米内有效 出了原子核就立刻消失 比如说轰击质子 你只要没把质子轰击出原子核以外它就出不去 只要把质子轰出原子核一丢丢 那这个力立马就没了 质子就可以高速的逃脱了 说白了 这个位置力是一个短程力 就像是有一层隐形的胶水一样 而我们熟悉的隐力和电磁力都是长程力 看来又是一种没见过的力量 所以当时的物理学家就把这个力起了一个名叫做合力 也叫做强相互作用 于是很多人都投入到合力的研究当中 不过均以失败告终 讲到这儿 咱们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就要出场了 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物理学家叫做汤川秀树 其实在那个年代东方人不太被看好 这也是多方面原因决定的 汤川秀树的老师叫做长岗半太郎 也算是早期日本的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中国文化对它影响很大 他当年就说过 凭啥说东方人不如欧洲人啊 你看早些年的时候中国经常领先欧洲 这就说明东方人是有这个实力的 所以我就要立志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 长岗半太郎最后虽然没有获得诺奖 不过他在1904年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种原子模型 叫做土星环模型 就是说电子只能在一个固定的环上运行 原子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土星一样带着一个环 所以它的这种模型就被人们称作是土星环模型 这是1904年的时候提出的 注意哦 这个时间可是要比卢瑟福的行星模型还要糟 所以也有人认为长岗半太郎的这个模型是卢瑟福模型的前身 那咱们接着说汤川秀树 汤川是1907年出生在日本东京 也算是书香门第 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地理老师 所以小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 1922年的10月份发生了一件小事 但是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也就是1922年爱因斯坦受到日本一位出版商的邀请 对日本进行为期六周的访问 当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是大明星了 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初步的证实 这就是物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啊 所以根据史料的记载 当年爱因斯坦在日本的访问那就是凯旋式的游行啊 这种壮观的场面对两个15、6岁的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一位就是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汤川秀树 另一位叫曹永真一郎 这位是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1965年的诺奖得主 爱因斯坦离开后的一年 也就是1923年 这二位同时考入了日本京都三中学习 成为了同学 当年汤川是16岁 曹永真一郎是17岁 1923年的时候 日本的教育也不是很给力 日本全国的高中总共还不到10个 所以能上高中学习的孩子都是励志要好好学习的人 1926年 这二位又同时考入了京都大学 就是当年爱因斯坦举行演讲的地方 大学毕业以后 汤川选择留校担任助教 1932年 这个奇迹之年 汤川正在京都大学担任讲师 讲啥呢? 讲量子力学 当时的量子力学本身就是前沿科学 刚出来没多久没人会 之前的课都是邀请海森堡、迪拉克、索莫菲 他们都去日本讲过学 现在一看就汤川学的还行 所以就让汤川来讲 不过他的学生对于受课的评价不是很高 汤川老师讲课只会对着迪拉克的教材照本宣科 自己对着黑板从来都不看我们 当然汤川在讲课的同时人家也没忘了搞科研 1932年汤川就在想合力的这个事 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他对比了一下电磁力 当时的电磁力人们有了一种新的证实 海森堡最早给出了一个交换力的概念 我简单和大家说说是咋回事 你看我们正常理解引力和电磁力 其实我们只是默认承认了有这个力 比如引力 两个大质量的星球可以相互吸引 为啥呢?因为具有万有引力 可是你细想这并不是本质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会具有万有引力呢?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 就是牛顿只是总结了一个现象 并且屡试不爽 所以就有了引力定律 电磁力也是一样 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 背后的原因是啥呢? 我们也不知道电磁力具体产生的原因 反正知道有这个力 还有公式我能计算 但是量子力学出来以后 人们貌似找到了一个原因 就是量子场论当中量子电动力学的基本假设 在量子电动力学当中认为 电磁力是通过交换光子来实现力的相互作用的 准确的说是虚光子 你还看不到 举个例子 比如说只有两个质子 他俩都带正面 为什么会相互排斥呢? 就相当于 注意啊 相当于 这个质子啵就发了一个光子去打他 这个质子也发了一个光子去打他 他俩就这么来回打 所以就越来越远 当然大家比较真儿 这种方式只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 主要就是因为在量子力学当中粒子是具有全同性的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反正你只要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电磁力就是靠光子来传递相互作用的 引力就是靠引粒子 不过引粒子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还是未解之谜 弱力是靠什么粒子传递的呢? 是靠W粒子和Z粒子 这个问题咱们下几期应该会聊到 汤川就根据电磁力一类比 强力也应该是通过一种粒子来传递相互作用的呀 什么粒子呢? 他最开始就假设 说有可能是电子 强相互作用就是通过交换电子发生的相互作用力 不过很快就受到一个人的批评 这个人就是人科方雄 咱们之前在聊克莱因人科方程的时候提到过一嘴 人科方雄曾经在哥本哈根待过 他也算是接受过波尔他们正规的量子力学训练的人 所以他一看就说你这个理论肯定不行 电子的质量太轻了 如果合力是交换电子那不可能有那么强劲 唐川就回去接着想 那能是啥粒子呢? 到了1934年他看到了费米的一篇文章 叫做《试论β射线理论》 这就是咱们之前说的β衰变理论 而且他还把泡粒预言的中微子给加进去了 唐川看完了之后 那就醍醐灌顶一拍大腿 我为啥非要在已知粒子当中找呢?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勇气也预言一个新粒子呢? 于是就赶紧拿起笔 大概测算了一下这个粒子 如果想要达到合力这么大的粒 那作为交换的粒子 它的质量就应该大约是电子的静止质量的200倍左右 妥了 一看这个质量肯定是新粒子 因为当时已知的粒子当中没有这个质量的 质子的质量是电子的1800倍左右 可是如果真的存在这个粒子 为啥还没被发现呢? 唐川说因为它的寿命特别短 只有10的-7次方秒左右 唐川当时给他自己预言的这个粒子起了个名 叫做重量子 后来是印度的物理学家巴巴 他说重量子也不具备代表性啊 你看这个粒子的质量介于电子和质子之间 那就叫介子吧 介子可以带电可以不带电 因此唐川大致估算了一下 介子应该有三种 就这样1935年 在这个预言新粒子不太被看好的年代 又一个新粒子被预言了 这也是物理学的奇迹第一次降落在日本道国上 1949年唐川秀树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摘得日本的第一块诺贝尔物理学奖牌 好 那咱们下期就来看一看是谁发现了这个介子呢?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 拜拜